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鲜明 欢迎继续学习带你开发Tensflow人工智能应用 这一节也相对轻松 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人工智能的一个前景 到底人工智能值不值得学呢 我觉得人工智能目前从需求来说 它有三方面的需求 第一个是它可以提高我们整体的一个生活的品质 然后呢 它可以增加我们人类的一个 在各方面工作中或者是科研需求中的一个效率 第三方面它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些事迹难题 比如说现在已经有一些科研方面 应用人工智能去想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癌症 或者是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要去解决一些疑难杂症 然后人工智能前景到底好在哪里呢 也是从三方面可以来看 首先它的支持 它有企业的支持 比如说世界知名的大厂微软 苹果 谷歌 还有中国的一些比如大厂 比如说腾讯 阿里巴巴 还有百度都已经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几千个或者几万个的工智能的专业的人员去研究各样的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 或者是一些产品 所以说资金这一块还是很充裕的 第二个支持是科技的支持 就是说人工智能它现在我们有大数据有各种的数据就像之前说过的一样 为什么人工智能在近几年能够蓬勃的发展并且有更好的越来越好的趋势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每天在互联网上能产生特别特别多的数据 就是诚意的TB的那个数据 然后在这样大数据的支持下 人工智能训练变得非常的比以前要简单很多 而且现在的互联网的速度也比以前要快很多 而且现在的各种的GPU CPU 甚至是基于当量的那个TPU 都使得人工智能的训练越来越简单 第三个是国家支持 现在美国也把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 然后中国也大力的支持了人工智能 比如说最近人工智能那些动向 2017年7月20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确定了再到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水平要与世界最高水平平起 然后中国也把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国策来进行关注和发展 微软的像Excel等软件也将用Python替代VBA 为什么是Python 因为我们知道Python近两年因为人工智能而又火了一把 因为人工智能的主要的编程语言基本上是Python 因为Python比较简单 而且它能够快速的上手开发 然后Python近期还被加入了中国的高考 以后可能连小学生都要开始学习Python了 这样的话就能够为人工智能培养出一些基础的学习者 然后近期我也看了一个中国的CCTV就是央视制作的一个叫机制过人的节目 它这个节目的机制过人看这个题目就知道是机器比人类更厉害 还是人类比机器更厉害 它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呢 它这个节目主要是人工智能的产品和人类的一些高手 在各领域的一等一的高手比拼 然后也是由中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科学院共同主办 它请到了一些嘉宾 比如说之前我们介绍过的跟AlphaGo比赛 但是没有赢过AlphaGo的围棋棋手科捷 还有著名主持人我们非常喜爱的萨贝宁 还有知名的篮球运动员林书豪 知名的演员江一燕 还有很多知名的人工智能人士都做了嘉宾 然后在这个节目中 他们也领略到了人工智能的强大 我也看了几期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就是比如说它第一期节目是 好像是什么可以作诗的一个酒歌的一个产品 然后往后的节目还有很多 比如说智能的无人机 智能的投篮机 还有智能的一些作曲 比如说他还请到了之前在网上很红的微软小兵 微软小兵就是那个作诗的出版自己诗集的 那个微软的人工智能 微软小兵现在已经不但能作诗 而且可以作曲了 就是能写曲写词 看到一幅画 他就会根据这幅画的意境去做出相应的歌曲 真的非常的叹为观止 而且这档节目呢也是2017年8月25日开始 在CCTV一频道周末黄金时段推出 现在我也在每个星期我也会看这档节目 我觉得非常的 看着也是新潮的澎湃 我觉得人工智能真的是 现在国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国家也越来越重视 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 当然这档节目的一个链接 这下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所以综合来说 人工智能的前景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近几年各方面的支持 而且各方面的人工智能的火爆程度 说明了人工智能的前景 真的不是像以前一样说 可以轻易的进入人工智能寒冬的 现在的前景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 谢谢